中韓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一週的賽事 在香港仔運動場有冠中南區對著李文 兩隊都有新面孔正選上陣 李文方面就有夏馬特,而南區方面就有基哥利 這邊有王威的射門,這個很早的階段 寶蓮奴想補中,但不成功 吳慧謙罵到爆,因為王威在禁區頂上沒有人標準的情況下 推順之後立刻起腳 這球球艾芬泰撲倒再中柱,彈出來 寶蓮奴滿纏,可惜而已,補不中 陳揚和馬尼解圍成功 然後繼續李文的攻勢 對了,阿華頓出來了,又是寶蓮奴的頭鎚 這次是中美的 然後有一點運戰感覺 來的就是寶利神,今天也是正選上陣 阿華頓早段稍為靜一點 後來慢慢進入狀態之後就好很多了 今天Ivan就很忙碌了 先開記錄的是冠中南區 這邊就是阿哥斯達 挺輕鬆的,放到近來 禁區裡面,基哥來背著馬天尼斯 轉身一起腳就完成 上本場15分鐘,替冠中南區領先1比0 對於衛冕的李文來說是當頭棒渴 他們想都想不到,咦?我們今後的陣容這麼豪華 誰知道落後的竟然是我們 不過,站出來的都有他 阿華頓,右路的位置一直推到底線上 好窄角度之下起腳都搞定 這球球近處位置已經站了很多紅衣服在這裡防守 但是還是擋不住艾華頓的射門 這個時候只是25分鐘而已 李文只是落後了10分鐘就憑著艾華頓的射門 追成平手去到1比1 來到下半場了 南區方面,在下半場其實他們的攻勢比上本出來的少了 但是也有個別的配合做得不錯 這球球,肥鵬的射門,眾人 陳嘉雄立散 這球球秒是秒在,基哥利 這位前鋒漏了給肥鵬的 接下來,續續目周 推到底線道 這下金文虎的出腳 當時球證第一時間判斷 不是犯規,不是12碼 看VL看了一陣 不看了,這下落腳 球證當時可能他的理據是認為 佐助目周是 沒有辦法保持球權 而 金文虎這個落腳其實是很危險的 是很有判乏的條件 但是球證廖國文說這個不是一個犯規 接下來就是李文的進攻 裡面是黃威 再分過來,寶聯奴一下過了 左腳,可惜都是不中目標 每個都很漂亮 寶聯奴今天真的入球運 去到這個階段還是一般的 門前進不進 就順了又不進 這邊羅莎,再給他來 亞華頓 左級右級 這下都是良門而過 走得很順 雖然用右腳 但習廷峰已經完全防不住了 很危險 不過呢 始終還是不中目標 一路的比賽到尾段 李文都沒有辦法 可以領先 這邊再來 寶聯奴滿潛 哎呀,彈刀對著龍門也不中目標 胸口一控下來 OK 但第二下鬥太大力了 哇,Ivan今天完全是非常之害怕 因為已經面對對方很多威脅的射門了 就已經 好啦,高波買到來 這下羅莎的頭頂到 然後寶聯奴 這下門前其實有點幸運 他一出腳 然後又撞到紅衣球員 應該撞到肥棒 這樣把球撞到網 這個時候 是下半場保時 90加9的階段 李文憑著他 在這個階段 叫做絕殺了吧 雖然在門前有一系列的運戰 但是呢 藍區都沒有辦法 追平了 這裡有少少運戰 其實都看過一下 到底有沒有手球的嫌疑 最後看完之後 都是說沒有的 李文最後叫做捱得住 在這場球發揮不順的情況下 都能夠維持著這個勝局 2比1 擊敗觀眾藍區 全取3分 0比1 2 5 3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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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